从新年到现在为止,奥克兰抢劫案上升三成,最近出现一个新的犯罪趋势,带途尾随驾驶者一直到停车,驾驶者还没下车就砸窗抢劫,温荣泉报道。 住在奥克兰Heneland Park的Aria一直觉得这里很安全,但它在最近成的汽车盗窃和砸抢事件的受害者。 Aria讲述贝劫的过程,她说窃洁在East 14街发现她,开始跟踪她回家。 但当她再次左转时,跟随她的黑色轿车也左转,Aria分享监视器拍到的影片,当她在家门前停车时, 黑色汽车在她身后减速,劫匪下车并砸碎了乘客座的车窗。 歹徒抢走了她的钱包,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,并立即报警。 Aria在脑海中不断回响发生的事,她最大的遗憾就是太相信别人了。 欧克兰警方表示正在调查这些犯罪行为,并派遣更多警员到发生这些抢劫的地区。 黎明受害者也分享了Santonio公园附近发生的砸抢事件。 可以听到受害者对歹徒大喊,但歹徒却跑到驾驶座,将车窗砸碎。 警方表示当民众发觉被跟踪,请立刻开车到附近的警察局或消防局。 26台记者万若全报道。